-您在國內是哪來的? -我從四川出發了 -我出來的時候我就決定死在路上也值了 -您可死在路上也不留在中國 -對 -為什麼呀? -沒有自由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先補充一下昨天關於李老師的推特 被中國國安單位放話說 我要排查你160萬訂閱戶的這個事情 我要把這個做一下補充 那很多人把關注的點放在 中共到底有沒有能力排查160多萬的訂閱戶 是誰? 有幾些人是台灣人,有幾些人是日本人 歐美人,有幾些人真的是中國級的人士 我覺得大家把方向搞錯了 我們先來理解一下中共做這個事情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希望海外的反共人士 有關注度的反共人士 能越少越好,對吧? 越少關注中共,越少關注中國 那對他在海外的這種大外宣 或是讓歐美國家衰進的這個就會去減少 盡量不要讓我們去揭露中共的迫事 如果沒辦法搞到我們這些反共網紅 或是李老師那些人 那就從我們關注的粉絲下手 那不管是中國國安他排查了一個 10個人,100個人 只要找其中的3到5個人來問話 個位數的人數來問話 讓他們喝茶 然後告訴他們 今天是你們我查的第10幾萬個人 第幾千個人 然後這幾個月我都還是要再查你們 全部都給你們抓出來 先警告你啊 下次下部為例啊 好好跟你說啊 等到這些人啊 他們把這些喝茶的經驗放出來 或是把那些喝茶的那個 那個毀過書啊 還有那個簽的那個刑事拘留 還有簽的那個行政法的那個書啊 傳給李老師看 那鑑於他們真的有被喝茶 然後他們說的其實也是實話 但他們不曉得 中共的國安到底找了幾個人問話 所以呢 他們就去跟李老師講 就去跟其他的反共 大V博主去講這件事情 要他們去提醒粉絲 不要讓更多人被喝茶 所以中共他的目的是不是達到了 二十多萬人退訂 文昭老師、公子省 還有一些海外的這種網紅啊 反共的啊 也是被退訂了好幾千人啊 我跟波特王的後台也被退了一兩千 那我相信這一兩千很多應該都是中國籍的 不然就是家人還在中國的那些人啊 所以重點不是在中共 他有沒有能力 逐一排查一百六十多萬人 最主要的是他有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有嘛 他運用了恐懼的手段 殺雞儆猴的手段是不是達到目的了 所以忽然想到 中共哪次不是搞這種心理戰 用這種威逼的手段 卻達到恐懼的效果 明明就唱空城記 但這個空城記卻下退了十幾萬大軍 我們再講回來台灣的事情 暖心一點 最近在新竹的清華大學 有位中國留學生在小紅書上發文表示 你們外外人民的工資怎麼高到有點誇張啊 震驚到我啦 你們這個食堂的兼職時薪 42人民幣 185台幣一個小時啊 如果一天工作8小時 那就是日薪350塊人民幣以上耶 一個月工作30天 輕鬆月入過萬 其實震驚的不是只有他 大家還記得去年前我都分享過 有中國網紅 在廣東啊 還有一些地方啊 做這個街訪調查 你們對台灣人的平均薪水了不了解 注意啊 我是說平均啊 結果大部分的那個 接受訪問的中國人都說 兩三千啊 或是三四千啊 頂多五千封頂 也就是一萬到兩萬台幣耶 我們的平均耶 所以相比之下台灣啦 很多人都會說 哦 你們台灣人啊 不了解咱們中國 但事實上 對比之下 中國人普遍對台灣的認知更是不足 結果中國的主持人就問一些受訪者說 欸你們知道台灣的環衛工人 環保工人薪水多高嗎 小粉紅都說大概幾百塊幾千塊吧 頂多兩千三千 因為我們自己的鄉村啊 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價錢 對吧 結果那個主持人跟他說 月入過萬 人民幣 他們想說太誇張了啦 這個資料找的是對嗎 這個我也有做過節目 大概是前年啦 中國各地有一些鄉鎮的環衛工人被欠薪 對吧 一個月拿到三百四百 五百的 八百的都有 那我又發現 中國最近的新聞上 又說啦 有一些地方一個月 只給環衛工人六百五十塊人民幣 結果中共就說 這些問題我們都解決了 但事實上有沒有解決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能知道的是 你把人家的薪水壓到 剩六百五十塊人民幣 而這個狀況持續了好幾年 因為我前年也做過類似的節目 我們看這個資料 他說中國的環衛工人 平均薪水落在三千到四千左右 那下面這個 2023年12月30號的報導說 環衛工人一個月的薪水是 四千五百塊人民幣 不包吃不包住 然後呢 工作時間是 早上的四點到下午的五點 這樣已經超過十二個小時了 那有時候晚上還要加班 所以這樣的薪水 潛工的台灣人你心動了嗎 當然啦 這個中國留學生的貼文底下 有小粉紅裝台灣人留言 然後拿日本來貶低台灣 因為拿中國比不過我 直接拿日本來比嘛 這就是小粉紅的尿性 你看這個哆啦A夢頭像的小粉紅 他就嗆那個中國留學生說 台灣這樣的薪水超低好嗎 日本都六十塊人民幣了 台灣的物價根本 跟日本一樣了 然後下面有人就嗆他說 日本的物價比台灣高了好嗎 日本才是工資低的要命 三十年工資沒漲過 日本通說嘛對吧 然後下面這個小粉紅就說 我是台灣人在日本 生活下來日本除了水電燃氣交通以外 我去AEON買東西下來 根本和在台北差不多 呵 每個月在日本不算房租水電的 一個月花不到七萬日幣 你是三餐吃風是吧 然後下面這個 某某的網友就說 不可能 在台灣吃個滷肉飯就幾十塊台幣 日幣上千塊直接翻倍了好嗎 下面這個人就說 並沒有喔 東京的消費價格比日本高出3% 這個某某又回 東京隨便吃粪定時就三百塊台幣 買一杯奶茶隨便就150塊台幣 3%你當大家都沒去過台北跟東京嗎 這個小粉紅說 在日本吃台灣滷肉飯當然貴 現在台北滷肉飯都八十起跳了 疫情三年物價漲得跟什麼一樣 台灣在全世界通膨跟漲價算是最低的 你說這個台北滷肉飯八十 你是吃到滷肉便當吧 八十你太誇張了吧 你是吃那種很名貴的店那種嗎 你不要太扯啊 那為什麼我會說他是 中國人假冒的台灣人 你們點進去他的這個主頁看 你就可以發現 全部都是簡體字對吧 然後呢 分享什麼 漳州啊 廈門啊 銀行實體的第一份禮物 你一個台灣人 會在自己的版面上 都在打簡體字 然後呢 城市都是中國的 沒有台灣的生活點滴的分享 沒有台灣人會這樣吧 所以你不要在那邊打那個 繁體簡體轉換 然後複製貼上 然後跟大家說你是台灣人 小粉就是這樣啊 發現中國比不過 就拿日本拿新加坡來比 你是新加坡人嗎 搞笑齁 而且台灣的物價 哪有你說的貴到這麼誇張 去日本玩去日本生活 主要怎麼生活看你自己嘛 有人說他去日本七天花兩萬三萬 但我去七天為什麼花了十五萬二十萬呢 每個人不同嘛 好多東西我結帳之後才發現 這個價格明明寫兩百 為什麼結帳變兩百三兩百四兩百五 因為含稅嘛 要加稅嘛 好多人都拿日本啊 歐美的稅錢跟台灣稅後的五%比 我不知道你們在搞笑什麼 日本先前通縮快三十年 去年日幣大跌 所以對於台灣人來說才會覺得好便宜啊 因為他在扁嘛 所以你不要搞笑台灣的平價購買力比日本高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貴的東西 也有自己便宜的東西 你一個中國人拿日本來貶低台灣 荒不荒唐啊 日本人自己都沒有拿來跟台灣比 你代表日本來跟台灣比 台灣沒有想要跟政客國家比 除非是你的國民啊 大量的長期的來貶低我們台灣 你看我們嘴過人均比我們低的菲律賓泰國嗎 還是墨西哥越南 你看過我們嘴過他們嗎 沒有 那為什麼唯獨嘴你中共 因為你們的人民還有你們的政府 大量的來貶低我們台灣 你周邊的國家你跟我舉一個 你沒有貶低過的 你沒有給這個國家的人取過綽號的 來你舉例一個 你舉不出來因為你全部都唱過啊 除了你爸 你們不是說中國的企業到海外 就是偉大復興的象徵嗎 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美 那外國企業到中國又變成了 外國企業看到中國人的消費 想要賺中國的錢反正怎麼樣都是中國贏 那最近台積電到日本設廠開幕對吧 怎麼你所謂的中國台積電就不屬於你所謂剛剛的論述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TSMC 送迎 進入普通的工作 TSMC 怎麼會 沒有 神 神 大家有看到嗎 日本已經把台積電說成是神了 那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所以你們趕快搬去微博上宣傳 日本人貴中國了 中國台積電在日本風神 是中國的驕傲 雖然你們都說台積電啊 台灣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你們不敢去這麼宣傳 我跟你講今天華為拿個晶片 華為在日本 然後被日本人說是神 你們的微博早就爆了 那為什麼台積電是你的你不宣揚了 因為你心裡清楚那不是你的嘛 還有一件讓小粉紅崩潰的事 最近韓國的二代天團 東方神奇到我們台灣的林口開了演唱會 結果在微博上他發了 謝謝台灣的貼文 然後這個謝謝台灣啊 被一堆小粉紅嗆 怎麼沒有台灣的國旗呢 怎麼沒有台灣代表的東西呢 我去你瘋了嗎 台灣是中國的 我是這個國旗五星旗 懂不懂啊 別讓哥倆幫你背鍋啊 台灣是中國不肯 分割的一部分 結果東方神奇 這篇貼文在被檢舉下架前 他們趕緊把文章裡的台灣全部拿掉 不過小粉紅還是不死心 翻牆跑到IG上嗆 因為他們知道微博 IG應該都是同步發了 所以東方神奇呢 害怕被罵 也要把IG上了台灣拿掉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自信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自信 那最近不是非常多中國人走線 認去美國嗎 結果今天有一個人發現 一位走線去美國的中國人 他到了美國之後 跑回去當地的中國領事館 申請一本新的中國護照 可能走線的時候護照丟了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那他還帶著國旗啊 五星旗啊 然後拍片說 我要回中國去了 我愛黨愛國 我發現美國又破又窮又爛 我非常的失望 還是祖國牛逼啊 所以這也證實我之前說了嘛 確實他們有一部分的人 是帶任務的 不管是滲透美國也好 或是用這種走線的方式 然後當一個大外宣 拍片說自己要回中國 幫助維穩 因為美國又爛又窮又破 大家不要認出去 那他們拍這個片是要給誰看 當然除了給愛國粉紅看之外 更大一部分是要給對這個黨 對中國的經濟 對中國的未來有動搖的那些人 想要走線的那些人去看 那我還是留在中國好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啊 對中國的移民都寄出了更嚴格的條件吧 或是限制中國籍人是在美國的特定的州啊 買房投資等等 那只有台灣啊 現在想要再放寬 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台灣的在野黨想放寬 因為他們在台灣的選票逐年在流失 所以呢就放寬中國移民 我們不要說全部的中國移民 都是愛黨愛國的人 因為畢竟我也接觸過有些不是 但比例上來說 這群人是少數愛黨愛國的才是多數啊 即便不是愛黨愛國的 他們有肉票 有家人在中共國內 中共只要動起來 他們馬上閉嘴 不講話啦 不敢拍片 甚至是黨有需要讓他拍一些小罵 大幫忙 拍片帶風向的影片 他們是還是得拍 你有肉票在 你不拍那你怎麼樣呢 中國的法律也規定啦 中國的任何大小企業 小制個人 在中國共產黨需要幫忙 政府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必須無條件的提供資料 寫到憲法裡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在中共自己都已經把他們給綁架的時候 我們還要當聖母嗎 香港人雖然沒有特首的選票 但中共國早年就利用這種方式 換血混血的方式讓香港變成中國 大家都要愛黨愛國 支持黨的政策跟黨的領導 所以這些啊 有被利用價值的笨蛋 為了讓大部分支持一個中國的那些中國移民啊 放寬來台灣入籍取得選票 換取他們未來在台灣執政的機會 會不惜被中共給反利用 你可能這十年二十年內 如果在不武統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獲得你想要的利益 但之後呢 香港五十年不變 你要怎麼來顛覆你自己 太棒了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避免一刀切 但同時又可以防著我們 被中共利用這種情況去滲透 影片了之後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走線的影片 您好 辛苦了辛苦了 坐了多長時間船 六七個小時從那個第一難民已經過來是吧 您在國內是哪來的呀 我從四川出發了 四川 每天就覺得過得很壓抑 抖音號封了好幾個 為什麼封您抖音號 敏感詞嘛 你說習近平就不行嘛 你說習近平什麼了 隨便說的都不行 你就不能提這幾個字 你說的好也不行 現在國內經濟你不知道嗎 外貿就是歸零了都 股市也要歸零了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路上有什麼危險 也不敢走啊對不對 我出來的時候我就 我決定死在路上也值了 寧可死在路上也不留在中國 對 為什麼呀 沒有自由 好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Bio 下次見 掰